市民 今天呢 我的心情很激動 為什麼呢 因為佔中已經發生了一年了 我們今天這個集會是沒有任何的財團 沒有任何的政黨支持 我們沒有很多的資源賣廣告 我們沒有很多的資源去派飯盒送很多的禮物 但是 今天這個集會仍然有超過一百人出席 就是說 我們沒有忘記過一年前佔中帶給我們的傷害 我們今天仍然要走出來 我們給掌聲自己 各位 在一年前的今天 有一班的政客 他們放棄了講道理 他們背離了法治 他們背離了基本法 他們選擇了佔中 他們選擇了破壞社會的秩序 破壞法治 最終 香港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沒有了普選 社會更加撕裂 很多市民 他們的生活 受到影響 很多的商人 他們的生意 受到影響 很多的家庭 關係 因為佔中 他們說 他們的關係要撕裂了 很多朋友 被unfriend了 一年之前 很多 很多的民間團體 發起了很多的集會 在維園 在西環 我們很多的集會出來反佔中 我們有一句口號 我們說要他們 票債票償 票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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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年了 終於有機會給我們 票債票償 票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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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債